没有人喜欢孤独 只是害怕失望 用一个人的身份 心走在这广阔天地中 或许是这难堪的一生 在好不过的结局 名为渡边的年轻男子 注定拥有仓皇而寂寞的人生 1964年的夏天 产生过早 渡边和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 沐月与侄子 不管是嬉闹玩笑 还是游玩 三人总是待在一起 意外发生的那天晚上 沐月没有任何预兆 亲手将自己鲜活的生命埋葬 沐月用残酷的死亡 给渡边的17岁 留下了迷雾一般的回忆 她依然决定 前往陌生城市东京就读 人生就像是眼前的书页 停滞而空虚 她选择和情场老手永泽 就追究刺激 可欲望发泄过后 庞大的寂寞 却紧紧包裹出渡边 迟到这一日 和昔日好友侄子的偶遇 她留了长头发 面容相较一晚更为销售 和渡边谈话时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两人最后在餐厅约定 就六通电话 和侄子的相遇 给渡边原本如死水一样的生活 带来了新的神迹 他们经常在周日晚上碰面 漫无目的地散步 侄子习惯于走在渡边前面 两人仿佛在进行某种安慰灵魂的宗教仪式 绝口不提过往 渡边和侄子愈驾亲近 渡边为侄子庆祝二十岁生日 幼暗的房间里 两人清男自尽的相拥 渡边亲吻着身下的女人 发现侄子竟然是处女之身 渡边第一次提起木月的名字 侄子时身痛哭 渡边为自己的鲁莽向侄子道歉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侄子无声无息 消失在了渡边的生活中 渡边的生活 似乎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他只能寄希望与写信给侄子 一起回信 愈发枯燥的打工 不朽便服的日常 已经有女友出美的永泽 还会和他一同出去鬼混 身旁无人可以倾听渡边的寂寞 他选择只身一人 带着侄子的回信去徒步旅行 侄子提到 自己正在京都的疗养院中 并让渡边安心 他从未伤害到他 此时 一身红裙带着太阳镜 见谈热情的绿子 一头闯入了渡边的世界 即便两人是第一次交谈 却意外的没有冷场 温柔沉浸的渡边 总是很好的包容绿子 绿子邀请渡边来自己家中做客 绿子提到自己的爱情观 听上去幼稚 有可爱的念头 在他的描绘下显得生动 哪怕他心中有所爱之人 绿子也有交往对象 渡边还是和这个活泼有趣的女孩 接吻了 侄子再次来信 提到医生建议他多与外界接触 渡边压抑许久的 对于侄子的渴望和怀念 终于可以得到释放 他几乎是立刻踏上前往京都的旅途 接待他的中年女人 叫做施田林子 也是疗养院的患者 他告诉渡边 不能和侄子单独相处 在疗养院的日子里 侄子同样思念着渡边 他逃过林子的监督 来与渡边倾诉自己的想念 阳光温柔地照耀着他们 两人之间距离不过十几公分 即便没有亲吻 只是简单地相互触碰 心意相通的两人已经足够欢喜 虽然无法独处 疗养院的时光总归还是甜蜜的 深夜 渡边已经入睡 侄子爬上他的床 他亲吻着熟睡中的渡边 却无料渡边醒来 开始回应他 侄子掀起渡边的衣服 俯身探索他的身体 他说渡边并不爱他 渡边否认 侄子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 却在渡边想进行下一步时 起身离开 侄子终于向渡边谈路 上一次分别时的答案 与渡边不同 他无法与沐月做爱 哪怕是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或许侄子和沐月之间 不过是将多年来习惯性的陪伴 错误地划分为爱情 无所不谈一同长大的两人 连接吻也做得不够顺利 失去沐月的侄子陷入了茫然 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他人 他无处安放自己破碎不堪的爱 哪里还有力气去承受 回应渡边的爱 渡边努力奔跑着追上侄子 紧紧将他摟在怀中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虽然无法上床 但只要四下无人 就尽情接吻抚慰对方 回到学校后 绿子再次缠上渡边 这个活泼淡胆的女孩百无经济 哪怕是公共场所 也追问渡边亲爱的事情 他带渡边去看酒瓶火床的父亲 父亲去世后 一边假装着坚强 一边寻求渡边的安慰 永泽和渡边不同 哪怕女友貌美 他也无法安定自己 一次初美得知 永泽和渡边曾经在酒后互换伴侣 他指责渡边 已经有心上人 却无法控制性欲的行为 世间情爱 在永泽眼里不过逢场作戏 各取所需 初美却应对永泽的喜爱 忍受不了他的余据 永泽和初美的故事 既成熟又残忍 绿子同男友分手后 他想起侄子同他说 有喜欢的人要告知侄子时 处于迷茫中的渡边 选择了给侄子打电话 作为永泽爱情的旁观者 渡边同样无法处理 自己对于绿子和侄子的爱 冬天第一场雪的时候 渡边如约去看望侄子 他们在细碎绵长的雪中 拥抱对方 也在雪天和对方探索生命 最原始的情爱 侄子却在结束时 要求渡边离开他的生活 他疯狂地让渡边不要触碰自己 侄子对于沐月的死 无法释怀 无法善终 渡边离开疗养院前 向侄子描绘理想重担未来 侄子担心 自己永远无法正常和渡边做爱 渡边坦言 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两人一同躺在雪地上 白雪落在了侄子和渡边的肩膀和睫毛上 他们抚摸着对方 朝对方微笑 渡边离开后 侄子的病情愈发严重 失去旧日恋人沐月的痛苦 反复折磨着他 回到学校 绿子对渡边的态度却明显冷淡 他拒绝渡边的邀请 多日后又主动和渡边和好 他询问渡边欣赏人的事情 并要求渡边 你对我怎样都可以 只要别伤害我就行了 一向爱笑的女孩绿子 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要求他人 可侄子最终还是被痛苦打败 他瞒着灵子上吊自杀 永远失去了侄子的渡边 将自己放出的海边 不朽蝙蝠 抱着以往的来信 是神痛苦 失去爱人的痛苦 是无法治愈的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便只有挣脱痛苦 可是道理虽然简单 下一次痛苦来袭时 我们依旧无法摆出 彻骨的心痛和无力感 和侄子的往日回忆 仍旧在渡边眼前回放 前来寻找渡边的灵子 在和渡边 续续说了往后的打算后 提出自己想要渡边 或许是对于侄子的怀念 或许是对于现实的不满 两人各怀着心事 终于做到了最后一步 灵子走后 渡边最终拨通了绿子的电话 告诉他 这世上除了他 自己一无所有 电话那头的绿子听完 笑得明媚而灿烂 四季更迭 拉开我们与死者的距离 沐月永远活在了17岁 侄子则永远停留在了21岁 而20岁的渡边彻 或许可以摆脱旧日的迷茫 挣脱寂寞和死亡的恐吓 去拥抱生命的对立面 也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 我只祝福你 有人爱你时 整个世界 森林里的老虎 全都融化为了黄油 大家好 我是神凡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神凡XP的治愈电影解说 如果不喜欢 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神凡XP的治愈电影解说 是了血缘混合